五轮五十一根财生烟 在购物商场里大跳舞迎来好彩头 是大马商家每年春节开工传统 鞭炮声音赏测整个乔治城 初九拜天宫迎接整年好运 而有许多大马人团圆在一起捞鱼声 象征步步高升 马来西亚农历新年可说是热闹滚滚 元月十五元宵节在年轻人当中 还会掀起另一个蜂巢 元宵节是马来西亚传统重要节日 其中抛肝桥段又备受大家重视 所有单身男女来这边寻找机会的一个好方法 那这游戏该怎么玩呢 就是我手上这样子颗大小的橘子 上面写上自己的联络方式 那下一步丢到河里 就等待有缘人发现它了 来试试看写上华语新闻 会不会有海外观众来追踪我们的粉丝团 但话说从头 这抛肝传统源自于早期华人社会 女性只有等到元宵节这天才能出门 有一句方言叫丢杆骂给赫昂 也便如今在吉隆坡传统习俗中 女孩子元宵节这天要抛肝 试试首期 写了我的Instagram的账号 然后抛肝原因 因为我朋友要来 然后也是跟着他们一起来 就想要来玩玩而已 我其实不是很相信他可以领业 就想要来玩玩 柑橘抛到水中后 接下来就是男性们的工作了 麦里捞起一颗一颗柑橘 看看能否有机会 借着上头的电话号码 认识新朋友 配对成功 对 这我刚刚捞到了 那怎么会想今天来捞肝呢 就因为朋友招啊 想来抽策捞下咯 确实有民众拿起身边道具 开始开捞 想找对象或想吃橘子 不得而知 没关系换我捞起一颗看看 电话打过去非常的巧 我觉得第一次玩捞的很好玩 因为在吉隆坡遇到台湾同乡人 看来寻找好姻缘不容易 但可能有机会交到新朋友 总之传统文化好玩就好 得失心就别太重了 以上是环宇新闻特派记者陈淑曼 马来西亚吉隆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